欢迎两位啊 主持人好 据他们说你们是小学同学是吗 对 初中吗 初中还是同学吗 初中不是同学了 因为上学的原因嘛 我去外地上学了 然后之后我们就不再联系了 大学毕业以后嘛 然后同学聚会 我们又走到一起了 然后因为我小学的时候 我可能就喜欢他嘛 然后我们也是前后桌 关系挺好的 我就对他产生了好感 然后后来留了那个手机号 微信嘛 然后我就跟他联系了 在联系的过程中嘛 感觉他这个人还挺不错的 现在呢也变漂亮了 然后我就主动追求了他 不是 什么叫现在也变漂亮了 就过去很 什么意思 现在展开了就是 行 左而言之反正就好在一起了 谈了几年吧 谈了有一年多吧 为啥而来呢 我要来的 干啥 就是他刚开始追我的时候 真的是对我特别特别好的那种 你看 他把我追到手了 他现在变了 他那时候大学的时候 就开始兼职做网店了 他自己有一个小团队现在 他刚追我的时候 那时候就说什么 带我长发急要的时候 去他公司给他当老板娘 而现在呢什么都变了 最近我去他公司他都不让了 我就觉得他 现在真的是彻底变新了 不是 你这长发不是还没起腰呢吗 那也快上了 这没起腰是吧 对呀 对呀 你还挺会顺杠爬 咱们为什么不让人去你公司了呢 我也不是那种原因嘛 他现在因为之前嘛 哪种原因 我没听懂 你把话说清楚了 也不是因为我不爱他 所以不让他来我公司 现在呢他是什么原因呢 他就是因为我们公司嘛 然后经常出去组织一些活动嘛 然后有一次 有些女同事嘛 就拉着我 非得要跟我拍个那个段子 然后我就跟他们拍了 然后那个 他翻我手机嘛 就看到那个段子了 然后很生气 那主持人你知道那正常的段子吗 他坐在中间 一圈女的围着他 又给他捶腿倒水的 让谁看了谁生气啊 他那天手机都不回我 就有空跟他们拍抖音 那我后来不是跟你解释了吗 我们只是普通的同事关系啊 那你普通同事关系 整天那么暧昧吗 我去你公司的时候 每次我都能见他 从他办公室里走出来 他是谁 这好像有特纸了 就他们公司那几个小客服 也就说你是有怀疑目标和对象的 是这意思吧 他们关着门 你想的太多了 我都跟你说了多少遍了 他现在他在家没事 他就容易吃醋知道吗 他不仅吃我公司女员工的醋 他还吃我妈的醋 我不是做生意吗 我就常见经单吧 先不说你妈 咱先把公司员工那点事说清楚了 我让他把那几个女的都给我辞了 他不辞 他辞那其中一个也行 他那个他都不辞 那人家干得好好的 我为什么要把他们辞掉 那我家里说我现在的工作不适合我 想让我去学会计嘛 然后我又重新去进修什么的 我就想让他现在开着公司嘛 我正好去他们公司实践 那你凭什么让他们留那儿就不让我去呢 你来不就为了管着我嘛 对吧 我感觉吧 谈恋爱就谈恋爱 为什么要把谈恋爱跟那个工作放在一起呢 那我是你女朋友 我去给你管管钱怎么了 别人管你就放心了 那你现在不还没工作吗 你自己都没工作 是吧 为啥要来管我的钱呢 那行呢 那你把他辞了换几个男的 那换几个男的 你不知道男女搭配干活不累呢 我自己就算了 对吧 我对我的其他员工我得考虑啊 男女搭配干活不累你不懂吗 主持人他总是有这么多理由 听明白了 吃员工的醋 来接着说妈吧 妈呢就是因为我做生意嘛 然后我之前接了一个订单嘛 然后赚了点钱也不多嘛 然后我妈就之前在商场看中了一个包 去了很多次了都没舍得买 然后正好有机会嘛 商场打折 然后我就买回来了 因为就给我妈买了 没给她买她就不乐意了 她之前可是说过 挣了大钱 第一个想到我 她现在倒好了 那行你想到你妈没事 那你第二个想到我也行呀 我呢我的东西呢 那我平常没手给你买吗 那你平常买的跟这次算一样吗 我那天特别生气 我都发朋友圈了 我配了一个我喜欢包的图 然后上面写着 我心情不好包治百病 她倒好给我点了个赞 那你那个包多贵呀 那我现在事业正处在上升期吧 我也没多少积蓄 我也不能不吃不喝 光给你买包了吧 那我在意的东西 你什么时候能真正的用心去想想 人家我朋友们都有 为什么就我没有 这好奇怪的一个想法 你朋友有这样的男朋友吗 没有 不完了吗 那他们都有那一年 那你就跟包过呗 我也不是那么物质的人 那他本来就第一个没想到我 行 除了这些让你不满意 还有什么让你不满意的姑娘 反正他现在就我的事 他基本就不往心里去 也不在意 除了包之外 你还有什么事他不在意 那次我养了一只好几年的猫 然后那天我就不小心一开门 他就跑了 我就下去找 我找了好几遍 我就围着小区找了又无数遍 我找不到 我特别难受那天 我也特别着急 我给他打电话 一个都不接 那他就因为这么点小事是吧 那我俩都在一起一年多了 他也知道我做电商 他那个下午那个时间 就来给我打电话 我特别忙 我根本没有时间去考虑这件事 对吧 我公司那么多人 我走了 他们怎么过 你是一个电话都没接 还是接了个电话 知道他猫丢了 我接了电话 我知道他猫丢了 那不就是个猫吗 是吧 丢了就丢了是吧 你再怎么伤心 他能回来吗 那对于我来说 感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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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挣了点钱了 对 我想去趟上海 为什么不让我去 因为去上海 我没叫你 你为什么不能给我买单让我去 因为他家里生活条件比较好嘛 但是你说你现在是为了我呀 那我平常 那好 请问 我还是按女生的思维啊 请问 平常你不陪我 你说你要忙工作 忙工作的理由 是为了给我好生活 好日子 对吧 对 现在你的时间都用去给我挣钱了 我要花钱的时候 你又没有钱 那我也没有说是直接回绝他 你就是没给啊 事实 而且你刚才说了 你们家不是有吗 你干嘛问我要 是你说的吧 是我说的 这就是他的心理逻辑 就是这么 你回应一下 那我也不是没陪他嘛 那能给他什么 这个确实是我做的不好 我没说好坏啊 这套路真的就对吗 一个25岁的姑娘 然后说 哎呀 你们给我找一工作 不找工作 我就这么 在家吃父母 出门吃老公 老公要不让你吃呢 人现在就是不让你吃啊 人就需要你独立啊 你连独立把自己养活 都养活不了 你谈什么恋爱啊 姑娘 那我不是想去学会计的 你学去啊 那他不让我去了 是你不让他去的吗 他不让我去 是我不让他去的 凭什么你学会计 就非去人家公司呢 你们俩要吹了呢 那我可以再想别的办法 对啊 你想办法去啊 你现在就基本的 对于未来的打算都没有 你就把自己的命运 交到一个男人手里 你觉得你靠谱吗 来吧 各位老师 你们看着办吧 一起进入秋比特问卷 人家那句话的原文是 带我长发及腰 少年你娶我可好 多么的失意 你们俩这儿 带你长发及腰 做我的老板娘可好 多么的通臭 这段关系从最开始 就是以经济为诱饵开始的 所以后面我们听到了 女生在说一些什么 女生说 我要去你们公司当老板娘 我要给你管账 你不就是实际上 要掌握他的经济大权吗 再来说说管他公司里的那几个女同事 且不论说他们是不是做了过一些什么 你不可能让人家公司里没有女生 对吗 徐宇老师的太太说 说 我跟你讲啊 下期爱情宝贵战 左颜和颜品红 不许坐在你旁边 合理吗 不合理 第二 买包 人家妈妈养这么大 孝敬妈妈买个包 挣点钱 有什么不对呢 为什么非得要给你买包 你不能自己买吗 女生不能用自己的钱买自己的包 装自己的故事吗 后面什么 我要去旅行 就差他付款了 他就不付款 说来说去还是钱 你以前出去旅行 你不有冤枉清单吗 以前的钱都是谁给的 家里给的 那你为什么现在就问他要了呢 那他现在是我男朋友 谁跟你说男朋友就得给你花钱 谁规定的男朋友就得给你花钱 就得给你买包 就得给你出去旅游啊 现在讲究什么男女平权 享受平等权利的同时 都要付出相应的义务 作为一个女生 好好地工作不做 贤苦贤累 依附在一个男人的身旁 伸手问人家要 他能瞧得起你吗 他会去关心你的猫 不会 也许从最开始的时候 他是希望跟你共同创业的 但是走到后来 他发现你这个女生啊 真的是太计较钱财了 他就不敢把这些东西交到你手上了 而男生不是说你什么都好啊 你对他根本就不够关心 这是第一点 作为男朋友 他那个猫 他是丢了猫 他伤心 那是一只猫的事吗 是你需要去安慰他这件事情 是作为男朋友的责任 我刚刚讲你给他买包不是责任 但是安慰他是你的义务 这是第一 第二 你让他跟你在一起 用的就是你商业上的那一套 让他做老板娘也好 我养你也好 你前面就跟你在推销业务一样 为了拿到这个订单 口不择言 什么话都敢说 先达成我的商业目的 但是爱情不是交易 不是商业 不是利益 所以当你们开始谈钱的时候 事实上就没有办法谈情了 祝你们各自幸福 谢谢 工作和谈恋爱都不能犯一个大忌 那就是懒 你因为原先护士的这个专业太忙了 你觉得懒得去奋斗 你是试图想走一个捷径 试图说想能不劳而获 恰恰此时你的男朋友就是投你所好 我这公司发展多么好 今后你来做老板娘 你就信了 不要听一个人说什么 关键是要看他做了什么 你发现其实他根本就什么都没有做 最明显的例子就是那个婚房 三年空在那儿 没有去装修 为什么 因为他怕 现在你跟他一起设计出那个房子的风格 不一定是未来住的那个主人喜欢的 如果这些你都懒得去想 在感情上你也懒得付出 你为他做过什么 你从他那儿只是给我给我给我 你说过的必须给我 我要出去玩给我钱 你给你妈妈买礼物 你不给我买包包 我周围的朋友都有 我为什么没有 那个婚房为什么不给我 所以你都是伸手要 工作也没有 还想说去管他们的钱 千万不要 你去管会管得一塌糊涂 所以说你现在太过早地 懒得去经营 懒得去工作 让对方看到了你最大的问题点就是懒 这样的人他敢娶你吗 他一定不敢 所以他只能现在在糊弄 所以啊姑娘 让自己在对方心里的位置要高一些 自己对自己的要求高一些 自己对自己的未来有一些追求 他有一天马上就会消失 消失之后你怎么办 你什么都没有 你还得靠自己 所以先从找一份自己的工作开始 好不好 让自己独立起来 你独立起来之后呢 没有人会看不起你 坦白地说 我觉得你是看不上他 我也没有看不上他 但你种种表现 都是说明了事实 对不对 你跟他就是在强词多理 我现在没有时间是为忙工作 我不能给你钱是为工作上的也缺钱 你为什么不能从你妈那儿要钱呢 分明就是瞧不起嘛 如果你要直说了 还得谢谢你 关键就是你不说 你心里头这么认为 你做出的事情就是这样 所以说呀 你们俩各自好好想一想 他还是你当时喜欢的那个样子吗 而他还是你能够托付终身的人吗 如果自己想清楚了 你们应该自己做出明确的决定 下一步应该怎么走 就这样 我看女生的那个嘴啊 都撇成这样子了 我帮你说两句啊 你并不是说就是爱钱 或者是所谓的包之百病了 所谓的要去管他的账了 我觉得你其实是用一种特别笨的方法 想要来证明他是爱你的 这个笨方法就是钱来证明 一个男人给你花钱 真的不能代表他爱你 所以用钱去衡量感情中 分量足不足 是一个特别笨的办法 拿别人的钱买的包 永远是空虚 所以这份感情当中 你一直处于被动 被动的原因就是你 完全没有生活的方向 所以先去理出来一个自己 清晰的人生的脉络 做一个内心独立 自由的女性 先生呢 我觉得你也是挺奇怪的 你能说出 去上海旅行 你要想去你去啊 你要想买 你花钱买啊 你为什么不花钱 要让我花钱 我觉得这个话说出来 让所有的姑娘都会心寒 你在这个感情当中 太自我了 你想的是 我要拿我挣的钱 再去做生意 去完成我自己心里的一些诉求 但是你女朋友的呢 难道不应该去满足吗 我觉得在一段感情当中 太自我了 那其实就是不够爱了 所以你也审视一下内心 这个姑娘你到底喜不喜欢 如果真的觉得两个人价值观 生活观念不一样 不用彼此拖着 去找一个适合自己的 希望你们各自幸福 谢谢 依赖的时候有多安逸 失去的时候就会有多痛苦 没有一个老板娘是长发及腰的 因为做老板娘很辛苦 要劳心劳力 要辅佐老板自己的男人 管理公司的上上下下 要做绿叶还做不了红花 从人的本性上来说 都应该是按劳分配 付出多少就收获多少 所以永远不要相信男人 什么你负责美貌如花 我负责挣钱养家这种话 爱你的时候是跟你分享 不爱你的时候 你就成了一个寄生虫 你不愿意自己成为那个人吗 当你不住地向一个男人去要的时候 你的潜台词就是我离不开你 我没有价值 那么你想想看 如果你每天都在说这样的话 那男人会在乎你吗 那只猫虽然走丢了 你很痛苦 那是因为你知道 你自己就是那只猫 明不明白 有没有骨气 有 我也赞同你 并不是特别爱财的一个人 但是你只是完全丧失了自我 你希望通过一个男人爱你的方式 来表达你自己还存在着 就像那只猫一样 因为我有主人 所以我跟这个世界才产生了连接 否则的话 我就无家可归了 你不就是想告诉大家 我有男人 而且是个老板 那为什么你自己不可以有自己的誓言呢 而对于男生来说 不要去说那些什么你长发之妖 当我老板娘 你后悔说了这句话吗 当时是他因为 你现在后悔了没有 你是不是在某一个角度上 你甚至认为他还不如你做电商的一个员工 更有价值 因为他在你面前只有一种价值 就是情感价值 而却没有其他任何方面的职场价值 对于你的事业而言 你的任何一个员工都比他强 而当你慢慢慢慢地厌烦他的时候 你就会认为他甚至连你的一个员工都不值 比如说你甚至愿意为了 他所嫉妒的你的某一个女下属 而跟他吵架 那不就是说你把这个女下属的价值 排在他前面了吗 所以你也是功力 他即使今日变成这个样子 你没有责任吗 你一定跟他说过什么 我养你之类的话 肯定说过 有没有夸过这样的海口 有 不就是了吗 你敢养吗 还养不养 你倒是回答我 他不找工作就这样下去 你养不养 养 行 你信吗 你真信啊 你真信他会养你一辈子 行吧 你就等着你的头发慢慢长吧 好吗 靠自己吧 姑娘 在这方面永远不要相信男人的鬼话 而对于男人来说 在那一刻你情不自禁地说我要养你 我可以理解 但是在实际生活当中 你要帮助他一起成长 当你在很自豪地说出 我养你的时候 我不认为这是一种爱情宣言 这恰恰证明了你在说大话 因为你自己的公司 将来是什么样的情况 你都不知道 你能保证你这辈子养他 说给自己听吧 就这样 事大了 都没想到吧 想到过吗 没想到 想到过吗 没想到 对 因为从来就没有这么认知过 所以他们会觉得 你看你们这些人 想什么呢 有这么严重吗 我们就是玩闹玩闹嘛 哪有这么严重 对吧 也不是玩闹嘛 我确实是挺喜欢他的 没看出来你喜欢他呀 他就是 情感上什么也没给他 你喜欢的是那个 穿白大褂的他 是那个忙碌的他 是那个有自我的他 你还喜欢现在的他吗 我感觉他现在有点变了 就是 对吗 不就这意思吗 听明白了吗 当你连自己都失去的时候 是没有人喜欢你的 你不再是那个 他爱上的你了 对吧 所谓变化就是 你不再是我爱的那个人了 女生重新把自己找回来 还会有更好的男生在等你 哎呀 自己选吧 不喜欢就说实话 别勉强自己 来一起进入那几天 喝古方红糖 真情六十秒 你以后呢 就是能不能 就是别那么管着我 因为因为我刚毕业嘛 然后在学校里被学校管 然后在家里被家长管 然后这刚毕业两年嘛 我想自己发展一下嘛 还要被你管 我也可以像老师们说的那样 我也可以去做出改变 我回去工作 我也不会像现在这样任性 对不起 谢谢两位的分享 请回吧 谢谢 哎 一年多的这个恋情 来 请关门 两个人的这个关系 在一年之中 其实就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从平等的关系 发展到了不平等的关系 从爱慕的关系 发展到了看不起的关系 这个变化的核心 到底是什么 其实还挺耐人寻味的 最后的选择是什么 总言老师 如果你是这个女生的闺蜜的话 你会怎么劝她 就用什么样的方法 我如果是这个女生的闺蜜的话 我会劝她去看一下电视剧 我的前半生 然后去告诉她谁是罗子军 希望她引以未见 太好了 好了 希望她能够听到这个 总言老师的话 希望她恰恰也看了那部剧 看选择吧 请开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